真的好心疼陈毅啊 别人拍个戏 虽然也吊威亚 但可没她这么惊险啊 而且她在拍戏的时候受伤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剧组就不能做好安全措施吗 就比如这次拍摄 富山海的时候 陈毅就发生了意外 从网上晒出的视频来看 陈毅当时吊着威亚 正在拍摄一场打戏 结果陈毅在下降的时候 不知道因为什么 导致她直接摔在了台阶上 这一幕真的是隔着屏幕 都让人觉得很疼 但陈毅似乎不这么觉得 她只是在摔了之后 熟练地检查自己的骨头有没有事 然后再发现似乎没有大碍 还能活动的时候 就又蹦蹦跳跳地去拍下一场戏了 而且她甚至还笑着歪头和大家打招呼 这也太治愈了吧 她也没有因为自己受伤而提前下班 反而按计划一直出工到凌晨三点 这件事发生以后 难怪粉丝和路人都这么为陈毅发生 没有别的原因 实在是剧组的做法真的太让人感到心寒了 陈毅从高处摔在台阶上的路透被曝光 具体发生的时间是在10月3日 这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以后 陈毅工作室在当天下午17点29分就发布了微博 中国新闻网文1的官方微博也引用了对方的回应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之后在去陈毅工作室微博搜这条动态的时候 却发现已经找不到了 而在这则动态里 工作室表示这是和大家同步这次突发情况的 工作室还表示 但是事情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就和工作人员沟通过相关情况了 他们还告诉大家陈毅的身体情况 说他没有出现其他不适症状 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说他们会推进果果们提出的建议 可直到10月5日下午17点 赴山海官微始终没有表态 即便不少粉丝纷纷爱特赴山海官微 却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陈毅之前参加过一档直播节目 当注意到她的小举动后 是真的泪目了 那天陈毅穿的是长袖 本来大家都没把这点当回事 毕竟陈毅穿什么都很帅 直到皮肤检测仪被拿出来以后 陈毅好奇宝宝上身 结果让大家发现了端倪 她在玩检测仪的时候不小心露出了手腕 手腕上有明显的乐痕 不少网友和粉丝都猜测 这大概是拍戏时拍了很多次才留下来的 当陈毅发现乐痕露出来以后 立马将手给藏了起来 袖子遮挡的也是严严实实的 在之后的直播里 陈毅的心思一直都放在手腕上 生怕一个不小心又露出伤痕 还有一次 她当时明明打着石膏 自己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但她的粉丝来剧组看她的时候 她却是一蹦一跳的来到了大家面前 面对粉丝的时候 她还给大家深深聚了一功 说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但更让大家感动的 是她说的那句会努力记住大家 说真的 对于粉丝来说 偶像的这句话简直就是控制眼泪的开关 甚至都不敢想象那几个粉丝的心态 感觉会瞬间泪奔 如果不是路人看到 再加上有人说是陈毅 估计粉丝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 据说 陈毅这是在拍英雄制的时候受的伤 但因为她还有最后一场戏没拍 强忍着腾打了分闭针 坚持要把戏拍完 这部戏拍完之后 陈毅的腰伤也越来越严重 当她出席某活动的时候 甚至还坐上了轮椅 当天的她虽然看起来有些狼狈且无助 但这样的她也是粉丝心里最帅的存在 还有她拍陈香如泻的时候 因为腿部受伤骨折 只能打着石膏工作 在大夏天即便疼得受不了 却依旧为了呈现出好的效果 一遍遍磨镜头 累狠了的时候 即便是躺桌子上也能睡着 周围的人都不忍心叫醒她 看过陈毅作品的人都知道 陈毅拍的古装剧偏多 打戏也很多 不夸张地说 她的打戏已经是内于天花板了 希望每一个剧组都能将演员的安全放在心上 做好安全措施 避免意外发生